为了声援香港人遭受港警非法暴力行为 海内外许多支持的民众纷纷上网参与网络请愿平台的联署 请求荷兰海牙常设仲裁法院秘书长西布里斯 调查从反冲中开始港警对港民的非法暴力 并以战争罪侵略罪及危害人类罪控诉香港警务处 目前联署的人数已突破60万 虽然网络声量极高 但此事真能在国际司法性机构上立案 并让香港警务处得到仲裁吗 我们访问了国际法专家后得到的结果是不行 专家甚至表示大家根本跑错法院 因为常设仲裁法院底下没有执法单位 即便到常设仲裁法院获得结果 也没有办法强制执法 那常设仲裁法院存在的意义在哪里 以及这样的联署还有意义吗 首先我们先来搞清楚 常设仲裁法院到底在干嘛 以及为何大家会选择向这个单位连署请愿 撇除针对海洋争论的国际海洋法庭 国际上还有三大司法性机构 特别为国际法院 常设仲裁法院 国际刑事法院 这三个司法性机构都位于荷兰海牙 但三者间各自独立运作 首先我们来看三者受理的对象 国际法院只受理国与国之间的诉讼 个人、司法人如社团、财团、公益、盈利法人 还有国际组织等 都不能够成为这个法院的诉讼主体 常设仲裁法院受理接受国家间 国家与私人团体和个人的争端 但前提是争端的双方都必须要同意 才能够组成仲裁庭 国际刑事法院则是受理管辖满18岁的成年自然人 但前提是不能够逾越国家的刑事管辖权 所以是在国家管辖不能的情况下 而主要是针对四大罪行 包含了战争罪、违反人类罪、灭族种族罪以及侵略罪 所以从受理对象来看 中国与香港警务处不属于国与国之间 那国际法院就先被提出了 那剩下两者又是如何启动法院的审理机制呢? 要向常设仲裁法院提出控诉 争端的双方起码有一方是缔约国 且提出的单位必须是国家 但比较特别的是 仲裁法院有一个连署管道 让大家表达对特定案子的关注 国际刑事法院可以是缔约国 或者是非缔约国民进入缔约国领土 或是由联合国安理会提交 以及预审庭的审判之后 交由国际检察官进行调查 当然最重要的是 这些国际司法性机构 到底对被仲裁方有制裁力吗? 如果是国际法院的判决 败诉国家不执行 那胜诉的国家可以到 联合国安理会提出申诉 由安理会决定 要不要对败诉的国家来实施制裁 而常设仲裁法院判决 并没有强制执行的能力 因为底下没有任何可执法的单位 只是对当事人寻求一个 公正公平的概念而已 国际刑事法院则是当中 唯一有绝对强制力的 因为判决书当中 会提到有哪一个国家 或是直接交由荷兰政府 来执行刑事案件 限制受制裁的人身自由 虽然没有死刑 但是有无期徒刑 以及有期徒刑 再回到网络联署请愿 海牙常设仲裁法院 调查香港警察非法武力仪式来看 为什么网民会选择 目前听来似乎帮助 不大的常设仲裁法院申诉呢? 以下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基本上因为也只有他有做这个事情 但是因为他做这个事情 他没有办法让这个仲裁案 被联署成功而提出来的话 那也只是表达了 大家对这个案子的关注 在法律上没有太多的 这样的遗憾 因为他必须要让他立案 法院不能主动去侦办 法院必须要有人提出控诉 那就必须要有人提出控诉 成为冤告 才有办法让那个案子立案 而让案子立案之后呢 我刚刚讲的还必须要合议 这个案子才会成案 如果没有办法合议的话 那这个案子永远是无法立案 所以到最后 这个案子是没办法立案的 未来的走向的结果可能就是这样子 就是我说那是态度啊 那是以一个声量的概念而已啊 你如果是提出这个控诉的话 那基本上有三种方法嘛 那你看这边走第二种或是第三种 走第二种的案例会可能被中国投否决票 走这个的话 因为中国香港是中国一部分的话 中国必须要提交 但问题中国是不订阅方嘛 那要嘛就是说 林郑月娥跑到其他的订阅方的国家境内 然后再去 这个由检察官来提出侦办这样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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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